7-8层楼高的老树原生种甘榜榴莲 已历经80年的风吹欲打 老树的标配 三型板针建立在斜坡上 旁拍才能看到的花蕾 100天后已发育成熟 总是比其他榴莲找掉过的老树榴莲 想先释放10个门的未来 请跟随镜头去捡榴莲吧 从高处掉落榴莲发酵后 香味失忆一下就发现了 就在不远处又再发现一颗榴莲 大部分榴莲从高处落地后 果冰都已打坏 所以戴手套就可以直接牵去 再往下坡又再发现一颗榴莲 榴莲都往背框里放 再四处探望 榴莲击中风雨季 斜坡都出现了山泉消息 满地都是海美军导致威处就掉落的榴莲 附近的茅山王还没掉过 也省去查看的时间 这是今天收获的老树榴莲 现场就剖开 尝尝期盘已久的味道 带有新型的果实 配上扁额转的尖刺 模糊的线路 后开后 敷起眼睛来摆果肉 即使新鲜见来的榴莲 果肉还加在暗黑成天色 要是老头 一眼就知道这才是极品 那是老树榴莲市场吃的味觉特色 入口即让舌头感觉吗 再来就是纯久的辛辣 之后就是苦 最后苦而回甘 这个层次的味道就直五星了 果实偏销 外形略自分 13星 来白色者 为黄橘色来的诱人 13星老树榴莲肉质绵密 虽有纤维 但不影响口感 14星 80年以上的榴莲 绝对是须有极品 老头的首选之果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订阅 点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